23級 24級 哇嗚 欸真的 蠻爽的欸 25級 26級 衝猛 27級 哇好爽喔 28級 啊呦 開新島了嗎 欸 這兩個島還沒開欸 欸欸欸欸 有新的島 完全開了 我們現在 就過去看看 大家好 我是 舞秋風 舞秋風現在鋪了一條路齁 從這邊鋪過來 要來這個 礦物島 來 挖礦了 喔咻 欸 到了到了到了 先看這個箱子有什麼東西好不好 喔 點不到欸 要看箱子有什麼 還不容易咧 沒關係齁 我在這裡放一桶水 然後 在下面放一些木材 我應該要確保 這些所有的礦物 都不會 噴飛出去 對不對 欸咻欸咻 好就在這裡 欸 好了我的平台 所有的礦物 都不噴飛齁 先來看這個箱子有什麼好了 呃有金 金蘋果 藥水 喔 要救殭屍村民用的 啊有 原來如此 所以我下一步進化就是等 有殭屍村民 從生怪塔 掉下來的時候 我來救 殭屍村民 這就是我下一步的計畫齁 畢竟殭屍村民不是說有就有的齁 我在這下面鋪了一個平台 那個房子我挖的礦 噴飛到其他地方嘛 在這裡還做了一個樓梯 這些很多礦物都是要鐵才能 才能挖的 唉呦 還好我真的有 蓋這個平台欸 我的鐵 在上面挖竟然沒吸到 掉下來了 有平台還是有好處的齁 三個 去燒鐵 做一個鐵鎬 好再來把這些全部都帶回去 鐵鎬來了 莫非是鐵鎬 升級了 我現在可以開始 欸鐵鎬是不是要省一點用 我這邊的鐵 畢竟還很少 那個 用鐵鎬挖的 再挖好了 啊反正礦物也沒多少 礦物就用鐵鎬挖 石頭 用一般的來挖 好了 鑽石 有了 通通挖下來了齁 這個 礦物島 全面回收齁 這個是唯一目前留下來的 礦物島遺址 其他都被開採掉了 先回去看一下到底有沒有 殭屍村民掉下來 欸我直接全部都砍死 搞不好 剛剛砍的那些 就有殭屍村民 而不自知欸 欸 有嗎 你是嗎 不是啊 砍死而不自知 所以秋風目前能做的就是在這裡 靜靜的等待 殭屍村民的到來嘛 對不對 然後砍著砍著 我們的島 那個邊界也會慢慢擴增到隔壁去 這兩個島就開啟了 慢慢的就有了 欸咻 殭屍村民 村民 欸 欸 沙漠島 出來了 沙漠 不會只有 仙人掌吧 原來這兩個島這麼遠喔 這裡只有 只有仙人掌欸 看不出有什麼其他東西欸 有必要過去嗎 有過去的必要嗎 31級了 我覺得比起去沙漠島啊 我還不如去把這個 呃 山木 砍完 回來 這裡還有一顆黃金嗎 我都還沒有挖欸 都還沒有好好處理 我們的策略一樣喔 在這一個島的下面 先鋪一個平台喔 以免東西都掉到虛空裡面 完全拉不回來喔 然後在這裡放 一個零食的樓梯 上去 上去把東西回收 他這邊還有一個營火欸 欸欸欸欸欸欸欸 好啦我直接回收啦 欸欸欸欸欸 噴噴下 噢好下面有 有就好有就好 一點資源都沒有浪費 我把這整個島嶼都回收好了 泥土也是很珍貴的資源嘛 畢竟空島 泥土就是少 好的沒問題 我有吸到 兩個樹苗齁 欸還有又有掉下來 又有掉下來了 應該差不多了吧 這裡的島被挖到 一丁點都不剩喔 我現在有九個金欸 我其實可以再多做一個 金蘋果欸 所以 我是可以用 一罐藥水 救活 兩個殭屍村民的欸 兩個村民 就能 無限繁殖 唉唷 我好像發現 空島的 突破口了 我的村民物語 可以重現了 現在就是要等 殭屍村民掉下來嘛 對不對 欸殭屍村民你們有嗎 有的話這樣子也會被我殺死啊 有的話也會被我殺死啊 33級了 欸到達34級之後 我們開了 這一座倒了欸 又開一座了 唉唷 這個 生怪塔真是不是蓋的 可是我的殭屍村民 這根本就看不出來啊 還是從角 角可以看出差別 我好像也沒在認真看 就一直看而已 唉唷唉唷 我聽到聲音了 殭屍村民的 聲音聲 所以這裡有 殭屍村民了 唉唷那所以我現在砍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有殭屍村民的聲音聲 我就不能隨便拿劍 隨便揮 結果 把它揮死嘛對不對 就是這一隻 而且我可以救兩個 一個不夠 我還要等另外一個掉下來 我現在是不是應該要先去 把它的屋頂封起來啊 呃 等我一下喔 又有東西掉下來了 嘿咻 我先幫你們的屋頂封起來 封起來 好了我把這個 殭屍村民 殭屍村民 頭頂的方塊 先堵了起來齁 然後 做一艘船 來吧殭屍村民 來喔我在這裡 欸欸欸 坐了坐上去了 坐上去了 沒事了沒事了齁 接著 我開著船 欸等等等等 我會被他抓死 會被他抓死 不然現在 先在這邊等一下好了 他應該不會 不會消失吧 好了我們把這個 殭屍村民的船 正式的引得 比較遠一點了齁 這裡 可以 繼續打開來 喔唷 喔唷 打開來就這麼兇喔 殭屍村民 其實穿衣服 蠻明顯的 我應該是可以分辨出來 這裡 繼續打開齁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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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力怕苦力怕苦力怕 把你們都砍死 欸 是不是 又有一個 殭屍村民來報到了 這裡 好像是欸 所以我現在又要 封堵了 是不是這一隻 又有一隻了 唉唷 讚喔 兩個殭屍村民 欸 先幫你一樣喔 把頭頂的方塊 喔唷唷被咬到了 我要幫你把頭頂的方塊 先堵起來 圍堵成功喔 上面的方塊弄好之後 就是要讓我們的村民 坐船 來吧 欸欸欸 坐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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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兩個村民 兩顆金蘋果 讚啊 解救村民 我的村民物語越來越近了 等等我要把兩艘船 靠近一點 好囉好囉 這樣子 兩艘船靠在一起之後 這樣可以噴在一起吧 嘿咻 有種吧 都有種吧 嘿嘿 一瓶藥水 兩個金蘋果 就兩個 殭屍村民 嘿 嘿 嘿 親愛的我成功了 我們要復活村民了 大成功了 我們等待著塗裝 不忘繼續刷怪齁 刷 我刷 我刷 欸欸欸有村民 其他殭屍村民 也被我殺死了 好了算了 我也沒金蘋果可以救了 救兩隻夠了齁 我刷 我刷 37級刷刷刷刷 刷刷 我刷 刷死你們 刷 耶 解救 成功了 殭屍醫生 正式來了 欸喲 欸喲 他小孩 我等另外一隻好不好 另外一隻還在抖 耶 兩個村民 村民復興計畫 正式開始